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野抓 兵线总被别人压 塔下猥琐被抢杀 不是残血就回家 下路总是被打爆 玩个辅助网总调 出门不夹五风药 电脑卡了不走道 基本都是二十头 中路总被滚雪球 望着塔下直发愁 我到底是走了还是留 带上乘戒去打野 开局怒送我一血 草全敦我来反野 打野都绷真无解 都拿我练杀人输 队友说我在咬猪 每次我都点认出 那种心情好想哭 出门从来不察眼 被人打得满途年 小队语音是尽喊 根本就他没人管 有点优势我就浪 兵线没来顶塔上 打人既能就瞎放 结果闪现了被强壮 学习一时看兵法 上单对线被吊打 别人都说我太傻 河道视野从不察 青铜一时王者心 管他白银和黄金 上线必须就是拼 结果准备了打野音 交闪现 交隐燃 对手没死我奉盘 打野说我是脑馋 直接上去抢他来 队友打团我再线 输了就把我埋怨 骂我一遍又一遍 我就装说看不见 遇见缠鞋使劲军 被人袖死平目飞 团灭中塔被人呸 这波打的真是亏 上单中单下路崩 直接被人破水晶 打出埋怨队友坑 最后大龙回一声 小龙还有三四秒 队友全都往那跑 视野我才刚做好 盲僧散现一笔酒 和尚让我看视频 学人打野玩盖伦 小龙打团惩戒人 被人捂上了宋朝神的 出发 打野玩盖伦小龙打团惯战